那么最近的比赛呢可以看到 Sweeper是个三连败 三连败 就是说这个情况 在我们目前第一轮打完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 胶着的一个情况 不能再输了 好那么现在话不多说 进我们KPL常规赛第八周 共计第85场比赛 威放对见Sweeper BL3的比赛 下面是第一场 威放蓝色方 Sweeper红色方 是的手扳了关羽 其实关羽的话 主要还是针对一手Sweeper的百年 而且自己这边也有可能 不会去使用那种 像鲁斑那种 没有位移的一个射手为一英雄 因为无射手 无位移的射手 还是比较吃这种 关羽保护类的英雄的 没错 而打威放的话呢 一般两个常规班位 一个李白一个马可波罗 这两手手没有任何纸 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是第一周的时候 Sweeper放出了李白 被威放打得有点心烦心烧的 是 威放这边其实更属于常规班 这个先看到老夫子 其实我们会发现杰斯 他跟我有一个比较相似的 不爱玩这个门英雄 会感觉到杰斯特别喜欢冷门点 对 在上个赛季的时候 我们知道 除了他没人用的圆 但他用的特别多 基本上 这个赛季的话开场 曹操用的特别多的时候 没人用的时候 他带起了曹操的风潮 他好像从去年开始 就开始玩曹操了 是 然后当全世界都 开始抢曹操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用了 他冠上了刘邦 这个人大大的有问题 他喜欢玩飞主流 对 但他能够把一些肉盾英雄 打成像刺客一样 还刚得不行 这是他的一个才华 不过确实在目前的一个版本来说 刘邦这样的英雄 不是说不行 也不是说杰斯打得不好 打得确实很刀位 但是他其实很难起到 一个线上单杀敌方的作用 是的 最后一手 Sweeper搬掉了露娜 其实Sweeper搬露娜的情况 是比较少见的 没错 因为他们之前的比赛当中 大多数都是搬那种坦克 或者是一个射手围仪 不过夏末其实用过 这个男人效果也不错 那么简单 但是在威方搬掉 三个上单之后 直接拿到了曹操 曹操在这个版本的一个能力 其实要比杨检要强 在线上对拼方面 只要曹操做到 一个破甲弓之后 一个正常出张的情况下 杨检其实正面刚 在技术平等的情况下 是一定刚不过曹操的 是 但是可以看到 Sweeper这边二手是拿到了杨检 没错 因为他没有什么可选项 那现在其实场上 还有的上单有哪吒呀 哪吒其实这也是 我们之前说的一个点 为什么说杰斯要适时地 做一些位置上的偏移 拿到哪吒一级 首先你见过杰斯玩哪吒吗 我是真没有 我也没见过 确实见不到他玩哪吒 可能长相不符吧 是 就玩一个小屁孩一样的 确实的话 其实看到 VFunk这两手选择 我有点奇怪 就是Sweeper这边 明明可以先手帮兰博 拿到他比较擅长的 这个诸葛亮的 但是他很没有 诸葛亮 但是这个版本虽然说是强 但是他没有强到一个 就举个例子吧 像当年的貂蝉 跟高剑的一样 抢了基本上线上没有对手 他不存在这样的任务 现在其实诸葛亮 当逆风局的时候 一样很难 那么杰斯这场拿到杨检 其实对他们是一个 比较大的转变 因为他拿到刘邦 这样的肉英雄的话 其实很难起到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作用 就是拿到杨检之后 他们整体队伍的一个进攻性 会更强一些 对 我给你举个例子 当我们看NBA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每支队伍当中 都会有一个内线大闸 比如当年的穆大叔 你可能不太知道 但很多男观众肯定明白 但是一般来说 每个队伍当中 都会有一个大中锋 来做防守 这个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点 但是只会防守的球员 是永远不可能成为 真正异常的全民心 而刘邦就是这样的效果 而当杰斯拿到了杨检之后 他就不再是一个 纯抗压型的上单 他就不再选择肉 他有伤害 他有输出 他有收割能力 而且杰斯的杨检 是当年的国服帝杨检 是 可以看到 威放这边最后两手 是要拿出后翼 而且已经锁定了 是 后翼 其实也不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 伊沃杜的后翼 确实大招命中率堪忧 这个点是我们之前 在比赛当中能够看到的 是 最后一手 看一下SWEEPER会选择什么 他们现在差的 边路的辅助有了 打也有了 还有中单有了 辅助也有了 没错 现在还差一手 比较强势一点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 我觉得他们现在没有射手位 他们一般是不会拿射手位的 可以考虑再拿一个肉盾 我觉得像牛膜其实还不错 牛膜的话 就阵容的话输出有点贫乏 是 主要核心输出 就只能靠杨显和莫子了 但是莫子 对 莫子这个英雄的话 确实要拖到一个大后期 装备起来了才有的打 只能拿一致了 今天支持这两位女观众 第三自备镜头遭到 笑不准了 我感觉是不是摄影师 也是笑主的男粉丝 这个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 你看镜头 现在又是给他笑主了 给男粉丝 现在看双方阵容选择完遍 基本上表面上来看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整体都是一个很常规的打法 但是两边整体阵容来看一下 WiFound这边的一个阵容 我感觉还是偏一个中前期 我是不想单忧Evo 2这个点 确实大家知道 我其实是对WiFound蛮了解的 但是这个实话是说 就是我们到了QG的比赛当中 我们知道QG的一个后裔 基本上他目前没输过 但是WiFound拿过后裔 确实是用过那一场 当时我是在家自己看 确实这个后裔的剑 基本上没中 我觉得WiFound 我感觉到他们其实真正一场 现在打成了一个射手核心的队伍 他们在上个周的比赛当中 用QG作为一个射手为核心 其实打得很到位 而这个星期拿到后裔 其实是一个效果 不过我相信他那一场 反正也就是没发挥好 期待他这场能够给我们来一个 精彩的设计秀 是的 而且最近很多队伍 都在练后裔这个英雄 为什么后裔这个英雄 突然就这么活起来了呢 明明他没有位移 因为马克波罗跟雨基总上班位 对吧 一哥一姐拿不到二哥总得上 但是现在孙上香还在场 为什么孙上香没有选出来呢 孙上香有比较致命的短板 如果前期他发育不顺的话 到中期基本上孙上香 属于半个废人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装备 打不出伤害的一个英雄 就是虽然说他有能力去保命 但是可能打不出输出 但是后裔这样战路特别强的英雄 就是他单点爆发特别高 就是可以弥补自己 没有位移的一个缺点 而且他有着一个战术性的大招 对吧 这个大招毁天 真的这个大招 它是真正一场的毁天灭地 这是叫后裔 确实 而且还有队友的保护 一般有这种无位移的射手 一般都是让那种像张飞 或者是关羽这样的英雄 去选择保护的 没错 张飞也是保一个无位移射手 效果最好的一个辅助 第二的话可能就是东方太一了 牛魔的话其实不太适合 去配一个没有位移的射手 比如说鲁班和后裔 因为你拿一个牛魔 其实不一定保得住 是 那么进入到比赛画面 所有的V放别三 第一只蓝色方式V放 红色方式Fripper 我是今天的解说 七七 我是丽丘 这场的话 下角Fripper站队的 他们还有 小我骑谁 是的 还有一个红旗 我们进场Swipper的粉丝们 确实应该把声音大大的喊出来 他们进场不能再输了 因为你三连半 看下这波压上去 直接晕下没晕到 而威放这边 其实我们刚才没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威放 虽然是一个三连胜 刚刚把开始找回来 先看一下这个Buff能不能抢得到 然后姐妹来看一下进口团战 是选择一个互换Buff 这个感觉打得有点慢 但是有场界的话 姐都拿得到 没什么问题 这个有点亏啊 一波多尔金边等于 交了一个闪现 对 这个其实没有必要去反 因为你 你拿不到这个红Buff 是的 这个闪现交出来的话 大概前两分钟 随后打野有可能会 针对一下他 他们刚才的思路 应该是拖一下时间 保一个到二级的猪鬼量 能够过来聚人 如果刹斗金边一到二级 只有猪鬼量聚人过来的话 这一波新血真的可以打 诶 杰斯是一技能 要到了几只 感觉杰斯要死啊 这个闪现 哦 闪现 悬 但被对面 曹操也是跟了一个闪现 是 几时这个选手啊 他只要一玩拿剑的英雄 他就特别强了 是 嗯 这样直接让V棒拿到了一个一血 这有点太快了 一分钟左右的时候拿到一血 这个对Slipper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本身杨浅在线上 其实到四级之后 打曹操是不一定打得过的 而且这边的一波兵线还亏掉了 没错 对他等级是有一定的压制的 好像墨子这个时候是帮他补了一波线 但是补了一波线也没补到杨浅的身上 并不好使 对吧 而且同时我们知道 Slipper的话比威放善打前期 但是如果要威放前期 较到优势的话 Slipper这边就把自己的一个优势 Slipper丢掉 是的 暴君还有10秒钟左右刷新 没错 可以看到Slipper这边打野校主 一直是配合着辅助输出 在做一个双野斧游走的 正好聊到了野斧游走 其实我们要做一个 舒适上的分析 其实我们知道在一个 这个版本基本上游走位 就是说辅助位是跟打野一起 在干客带节奏的 在节奏点上其实是两个点 就是分别是我们的打野 Jungle 及辅助位Sport上面 对吧 但是这两个位置 我们做一个双方队伍的对比 其实在击杀参与率方面 尤其打野位上 几时的一个参与率是77% 孝主是64% 辅助位上Summer是71% 辅助是53% 可以说在一个野斧游走的 一个击杀成功率方面 微放上占优的 而且占优不少 是 辅助只有50%多的话 其实是偏低的 不过也跟他之前玩的英雄有关 他也不是一直都在玩这个辅助位的 没错 数据仅供参考 但是也不是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东西 是 这一波 暴君 有点悬 你走四打四 而且Zuper辅助是没有到可及的 没错 但是 血量很健康 直接狙死了 他们基本很伤 还好随便抢了回来 不过我当一个大招落地 没落了 是这样的话 这波是两个人头 还可以逃一个暴君 是 其实对于Zuper来说是比较亏的 因为毕竟是10分钟前的暴君 这个蓝Buff还要丢掉 而且Summer这边那个主盾的张飞 那个盾有时候真的让你感觉很霸仇 张飞这个盾在你满血的时候 感觉没什么 没有很强烈 每当你残血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盾真的很暴 果然Evodor传说中的这个 是吧 剑神 没错 不着急 这在第一剑 我注意一下 刚刚他们的一个暴君控制率 都是47%一模一样的 没错 我们刚才就是 现在这个位置 杰斯跟下面拼了起来 但杰斯这边很老练 我拼一套转就走 不给你用大招回血的机会 这是一个上单位的 个人操作上的一个经验 对 上单位的话 一般都是互相换血 基本上是谁都杀不了谁的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就是因为杨俭回血的话 三段大招一秒甩完 而曹操必须用技能跟便宜去打 所以杰斯这边我把技能打完 转身就走 不给你回血的点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那个地方小野怪刷新了 所以夏末看小野也能回血 夏末这边想 对 夏末这里应该 没踢到 没有一个大招打到 是的 是 我们知道 今天的比赛 其实威放这边也输不了 不能输 不是输不了 是输不起 我们知道不要看威放现在的一个状态 是崛起 最近三连胜 但是我们有新的观众 关注过赛程的话 其实威放下个星期的赛程真的是魔鬼赛程 QGAG加JC 这个 就是一个星期要打第一第二加第三岁的时候 这场比赛 威放其实输了的话 下个星期压力会很大 对 而且本来现在的话 常规赛就十一周嘛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八周了 已经到了一个最后冲刺的一个阶段 没错 看中路的位置太正 很高加一波 来 夏末这场打得很凶 是的 其实现在两边的一个经济差到还好 是保持在2000左右的 没错 那么这场的话 其实双方都是有射手位 人家射手位 但到我后期的话 后裔这边的伤害要比鱼姬 可能要占优一点 看下后裔这个大招 哦 没事没事 我们当时玩后裔嘛 是这么说的 就是我们一般的全场甩十个打 前九个是不中的 为什么呢 只要最后一个最重要的 为了麻痹对手 哦 这让对手觉得好像我很害 这个一般是我 我自己直播的时候射不中的借口 然后麻痹对手来射最后一点 一旦射中拯救世界对吧 俗称攒人敌 看看击波 强切百年 如果一击的话 其实切不太死 但是 百年可能要再接 这一拳 校主第一时间没有接大招 被夏末交的闪现出来 直接撤开了 而下路杰斯又一次被锦池 这边被队友月塔直接强杀 还把塔拆掉 那么这一拨的话 随便很亏 因为没放这边杀斗 能够支援到 卡下两人杀两个 小高复活 闪现 这一拳很漂亮 大家看他们在地下有大招 出出真的很绝望 再杀一个 还有没有大 杀到其实还可以再来一下 诶 稳了 百年刚刚是大招刚刚好 没错 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样直接一个六杠零的梦幻开局 此前经济的领先 没错 而这场的话 其实能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 双方的实力其实是很均衡的 我看到了 开的一个掌握队 比双方差不多 大局1.8 1.7 刚才那一拨上路 其实也是一点点小失误吧 其实那一拳 我直接把山坡这边锤死了 可能上路也推掉了 不过这一下怎么说呢 也是不能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精力差 杀力稍微会大 对他们影响会很大 可以看到现在 外塔的三个防御塔 全部都被拔掉了 是的 而且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 确实但是这样的话 双方互相进攻上路 但是威放进攻成功 杀人把塔 而 Saber这边失怪 其实这一点还比较好 关键点是在于 上单位的杰斯的话 他一个两箭本身 其实在这版本 曹操 退了 大招反吼没吼出来 被打断了 再吼一次 第一次很少见到就双吼 张飞一扛四 扛不住啊 其实这边大招 直接打到了杰斯上 被轰中 应该要死 留不住 这个大招非常漂亮的 杀到这个时候又进场了 很nice 再打一套 收掉一个和尚 还有一个波罗 能不能再击杀 直接被张飞转死 是 这波是没有办法 其实Swift他们的一个阵容 地形找的是非常好的 但是非常可惜 他们是一个装备的落后 是 这个是伯伯 GX的问题 嗯 对 我们看到蓝伯刚才那边 炮也中 大招也中 就是打不死 这个是最累的 而且他还拿到一个蓝buff 没错 他刚刚是先拿了蓝buff 减了CD之后再进场的 是的 那么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其实上单位的杰斯 就是很短 因为他打了个杨姐 杨姐这个版本比曹操脆的 也对 威坊里面针对的很厉害 两次击杀 在 6分钟左右两次击杀吧 对 他那个发育 其实是很有影响的 现在因为没有了怪塔 又野区又是 基本上都是被威坊掌控住 是 我想发育是很难的 但杨姐这个英雄 要是往后拖的话 其实还有得打 看威坊给不给这个机会了 没错 那么看一下 像奇奇说的一样 威坊给不给机会 威坊现在其实是不想给机会 可以看到出来 三线在压进 三条线基本压在二塔的位置 不往后退 就是摆明了 不让你往前压 这一场确实不明 威坊多尔恭喜他第一次中箭 这一天射到了 53秒的时候 效果并不是很好 对 这是一个威坊多尔个人的里程碑 后裔第一次大招命中 基本上 不能说第一次 本场第一次 我这场的话 虽然说其实这场 后裔的大招重不重 已经效果 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目前来说的一个经济优势 只要压到高地的话 后裔的大招就会特别容易命中 因为他们现在伤害够 是 他们现在伤害过去Shadow这边 其实很累 哎 Shadow可能要死 不过杨典这边狗交掉 杰斯没办法跟上 刚那一下Shadow是被逼的交出了一个进化 出去这个位置交出大招 大招 但是面波站起来 闪现杰克里战场 张飞吼到 Shadow的大招交到了杰斯的身上 没有打到输出 这一波只能后撤 这一波是打不了的 但是对于组维维克尔而言 你看他们三路的兵线 其实压力都非常大 兵线带不出去 是他们现在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他们劣势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打呢 就是我们经常排位的时候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兵线打不出去 或者我们优势了 我们兵线还在自己家 然后莫名其妙就被对面翻盘 没错 其实从这个点来说 最根本的解决方式 不是准备在这个情况去翻盘 而是怎么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其实更关键的 因为其实被压到塔下 尤其我们知道在排队当中的时候 会被压到高级塔 没有地方打前 翻盘率都非常的低 对 因为没精进 但是我们如果在前期 被打了一个什么3-0 4-0的开局 这种时候其实更多的 做到的是不死 必战 主队可以避战 死一两个的时候没关系 但是我们尽量避免小团灭 尽量避免被对方推塔 只要不会把尽力差拉到一个提线 一般是很难压到高地 是的 可以看到 刚刚那波斯伏团是想去蹲草丛 因他们一波 因物一防一波 但是遇到市的嫖操 运行太高了 你很难控住他 没错 刚才其实大家也要注意 我们在排队当中的时候 用一些不是很稳定的技能 非常简单 来看这一拳 没有打到 但是逼退对面 可以等一下 等到对手 进入技能命中之后再生 所以刚那知道 技能的命中 是的 这个防御函 应该是守不住了 是的 蓝波是一炮没中 蓝波因为现在蓝buff 被人死死的 控在敌方的手里 所以现在的话 他很吃自己的一个装备 是 首先蓝量不够 第二段CB好 因为我们知道越逆风 其实法师手一下 越需要蓝buff 是的 但蓝buff一直都在 被威放 你看蓝波这位置 是一个走位树被踢到 那现在的话 蓝波是没有大招了 对 接下来这波 最好是不要强行开团了 好 其实我发现 Super这边的阵容 你发现没有 都是接这种控制技能combo 只要是接得好 真的能打一套 很痛很痛的爆发的 没错 但是只要他们的技能 稍微空一两个 没有接起来 对面基本上就可以 一流一跑了 是 不过他们有保底 一个莫子甲鱼姬 其实在手塔方面是很棒的 第二的话看到 刚才Evodol 吃了一个 鱼姬的一个贯穿剑 不是第一个目标 但是穿掉两个单位 就受了他 接了蓝波一套 瞬间慢小雪 对 瞬间还是很负的 没错 微放这边如果太大意的话 但被秒掉后排 其实翻盘也就是一波的事情 是 我发现Swift这边阵容 确实前中期的容错率是比较低的 因为太吃这个技能combo 那么 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看几池是出到了暗影战斧 是 Shadow这边做了辉月 今天装备一出的话 去给到Cyber这边压力很大的 看来Cyber的动向 就是想找这个对波 一步对 看到再见了一拳 这一下 非常漂亮 还笑死 这个无论成不成的到处笑死 杰斯进场一狗收割 这样的话 微放只能退 因为少了一个射手位的话 现在打团圈是打不过 是 刚刚这波团战我看来好想笑 没错 就是蓝波他一个大招杠是空票了 没错 被踢走了 有点绝望 上六在打这边 仗着我经济比你好 再压制 你单杀我一个射手 其实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我四打五 我都不怕 我经济差确实是大 现在场上的一个经济差 基本上在五千五百块左右 五千六百块 这个经济差 平坦到每个人身上一千多块 而且浮游这边不吃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核心位 每个位置多一个大点 这个是很厉害的 现在微放了一个攻势 感觉没有一开始那么强烈了 对 因为Saver这边装备渐渐成型了 尤其是蓝波这边 蓝波现在的一个 莫子的伤害起来之后 敌方的压制不能那么的舒服 而且我们知道 刚对方有了 达伯这个英雄 配上杨简这样的点 其实如果真的要秒一个后裔 也不论装备比你差多少 真的 比你装备差两千也好 你也是个脆皮 我一样要秒你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谨慎 你稍微敢大意 我就立马让你讲一下技巧 其实刚刚中的那波也是 Evodoro 他走了有点太靠前了 是 对草丛也是微放的一个 可以看到他们确实还是有正的地方 现在中了太一真人 但是这个锅炉 其实就是等你打我 不怕 还准备打到了海上位置 孝主想找Evodoro 但这一次的话 微放 圣斗士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阵型保持得非常好 看孝主的绕后 能不能绕到 这是他们这个关键点 一拳锤到Evodoro 但紧跟着就被Saver这边 直接冰黑 不要杀斗跟几池 强行追击 这一个大 居到没死 他一丝血 杀斗这边 自信一回头 怎么走 其实这边开始疯狂的追击 一剑 这个是有点可惜 刚好是撞到那个剑 剑7上面 没错 其实当年我们记得这个 KPL三大剑胜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印象 没有印象的观众呢 我也不会告诉你 你自己回头再翻看一下 现在时间不太够用 来上路 继续压镜追击 藍博告诉你有时候 运气好在是真的好 这一剑撞的话就死了 莫斯他还是有一个 E技能位移的反应过来 而刚刚这一波 确实孝竹死了之后 就他们关键一个打也死了 威放是抓住了机会 拿到这条主宰 这样的话 他们对于他威放上高地 要更舒服一些了 没错 先看一下这个位置 几时一个大招落地 直接 没有交一技能 这个一技能留的还是蛮久的 关键时候在交手 机炮又轰到Evodore Evodore自己是有吸泡属性的 看一下这个位置 后一现在的伤害还是蛮高 直接把他一个人 点到了一个才选 其实几时在这个赛季 他用攻门武藏 用的特别 尤其在最近几周的 比赛当中 效果很好 这也是 怎么说呢 适合自己属性的英雄 可能更棒一点 你知道上个赛季嘛 三大剑上有谁 王子的花木兰 孟磊的李白 然后在菊又金这个英雄身上 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定数 因为玩得好的人太多了 想叼得汉肥 还有几时也是一个候选人 这个赛季的话 他选到了攻门武藏之后 我们也能够感觉到 似乎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人剑和拿到剑起 拿到剑之后 感觉人的一个状态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英雄非常适合他 是 包括之前也有过 就是3000斤记的攻门武藏 废掉6000斤记的鱼姬 这样的一个效果 目前来说 基本上我一放手 不会搬鱼姬 就把鱼姬给下这个位置 刹得继续追击 一剑 从身边飞过 擦肩而过 坐视留一线 看一下杰斯的委屈 杰斯这边偷鱼姬 杰斯现在应该是要回城了 赶紧回去守 不然这个高地有点难 对 还是要回一下 鱼姬现在一技能 很难打到后面的小兵 几池在抛 打剑这个方面是有天赋的 你看看 又一次被轮 很难受几池大招落地 一技能反斩 而且他想往后拉扯 但是被鱼姬连到 几池可能要先死一圈 打四个 非常漂亮 完美 因为多少闪了出去 再射一个剑 那边保证对我的一个后撤 杀斗可能要被打死 一狗 回约倒掉还是避免不了一死 是 这样的话 其实SWIFER的高地 还只剩一丝血 但是依靠这个高地塔的伤害 刚刚这波打得非常漂亮 一波零换二 没错 少主这一波团战 用自己的表现 告诉了很多很多的人 不要小看Chinese空腹 对吧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我一拳就能定江山 是 来注意一下 这个位置其实少主也偏了 大都太透了 是 大到杰斯真上 找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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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得不错 斯诺克拳手 这一拳 你挺激了 哪一个还是一个 五个 五个 一拳打五个 标准的一拳定江山 是的 非常飘逸 这一波的话SWIFER能不能把这个黑暗暴军给拿掉 但上路的兵线其实还是有压力的 谁 不要守 不然高地破了有超次兵的话 上路就更难守了 这其实是威放自己的问题 威放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失误 就是关键时刻 对 靠前了 对 就是各种 比如说被抓 或者说被 一个控制技能甩到很多人 这类型的失误 其实他们之间会有 现在的话 减少了 但是还是不能够完全 有点大意对面的一个 控制 控制技能 没错 控制链 有点大意 而上路的这个高地塔自始至终 拼到最后还没拆掉 这个很伤 是 夏末在这个地方多 是 已经出到复活甲了 这场的话 不会放这边太暴力 Cyber先不敢打 打起来的话不占优势 输出这场 因为是逆风的关系 感觉似乎有点想抢的意思 这一炮打中了 伤害不够 伤害算不了 因为这个位置 我们知道兰博这里是 放这个炮 大家会说晚一点就好了 所以我们知道兰博那个位置 是没有龙的视野 他没有小暴君的视野 但是忙着 这一炮 有复活甲不虚 几时直接把输出摁倒在地上 输大要是没有交出来 百年交了二技能峰步 拉回高地塔 百年这场狠心 端打 鸡池这个 不会放根本就不会翻鱼姬 没放拿空门五脏 端打鱼姬 一点点输出都打不出来 大招落地 再打杰斯 杰斯在这边直接被杀到这边 一枪狙掉 再追击 南博一炮 又被几时挡了 几时真的在各种挡墨子 挡鱼姬这些技能上面 就是天赋 是的 但是现在兵信到了 是的 没有办法了 拿出来 再打就拆水晶 别的不干一窝堆 你们好凶啊 恭喜回放 这一局也是打得非常精彩 没错 那么也是恭喜一窝堆 本场基本上放了五个大招 中了俩